你有没有听清楚的地方 你想要再重新 重新回去听 会回放回去听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整个上课的过程中 因为有哎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的 那当然我老师到现在为止 面对比较 到现在为止面对比较麻烦的问题是 有时候网络会负稳定 那那技术问题老师这边比较无能为力 那如果有网络有一些状况 请你们中间可以跟老师讲的 就可以先举手跟老师讲一下 或者是你老师假设有断线 像早上老师有在上 那个高一假班的课的时候 高一一班的课的时候 就有一度断线 是同学赶快视讯我说 断线的断线了 那因为我的我会专注在上课的部分 所以有时候断线我自己没有 没有发现了 甚至还有其中有一段是 不是断线是他 即时录影的那个部分 突然间停掉 我自己没有发现 老师也是同学时讯告诉我说 老师那个录制中断了 对那你们那边应该可以看到 我现在正在录影 好现在目前有23位同学登录 见鬼怎么有23位 没有啦22位22位 哎呦不错哦 这个当你们班算是第一次有全班到期的状况 不错你们算是 败不复活啊 本来你们班连选课都选对 现在选课不单已经选满了 然后进来上课的状况也是全员到齐 那等下老师跟你们导师 稍微稍微 口头跟他奖励 嘉奖一下你们 很不错 现在倪曼也进来了 倪曼你好啊 倪曼开翻课 不懂跟大家 讲讲话 倪曼 啊啊干嘛 那那你刚才怎么交不进来啊 没有我刚才就蹲不进来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了 现在都进来了就好了 好 OK谢谢你关麦克风吧 定汉 定汉请回答 哎 怎样 怎样 因为你一直看着麦克风 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跟老师聊聊的 啊我们一直看麦克风啊 我刚才是关的 没有啊 是吗 OK好好好 那你先关起来吧 好 好谢谢 好 好各位同学哈大家好哈 那 呃我们这节课我要上的东西并不多 我其实正确讲我应该不会不怎么会上 我把确认你们都到然后 交代一下 因为来这里老师问一下哈 你已经全部把前面的 老师预录的课程都看完的 全部都看完的 请你按下举手按键 全部看完的才举手啊 全部看完的才举手啊 请你们 请你们要去把那个课全部看完 老师等下把画面切换过去哈 好那老师现在把画面切换到 切换到这个地方 好 好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叫什么 Moodle系统里面 我的课里面 现在你们的每个人都选课了啦 那选课之后不要忘记要来上课哦 好在这里面我会用影片上课的方式上传影片 好那请各位同学一起学习 下面的课程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你看老师把一个课程把它切割成好几块 分别录了很短的短片 好分别都列的很短短片 像比如说这个点下去 这个才多久的短片啊 这个才5分20秒而已 对就这样子就一个啦 另外呢这里 这个多久 这个才4分多而已 4分16秒对不对 这里也有 然后这里第三次的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作业 还有这里也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对不对 这里也有 这些课程理论上 你们要全部都看完才对哦 要全部都看完才对哦 所以至少看到这里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下上课 那往下上之后我们会进到 这是第九个课程 第七个课程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跟它的意义 跟它的假设跟利益等等 这个会我们回到讲义来上课 前面这些都不是讲义 都是老师另外找的图来跟你们解说的 这个就要请同学一定要来把这几个影片把它看完 然后这个作业请各位一定要做哦 就是要你再看看到这边其实就可以讲就可以举例了 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合理性 什么叫举例啊 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是举的 日本跟台湾之间 关于国际贸易的部分 那我们点进这个作业来看哦 作业的内容老师有分了四题 这四题一题是25分 请你要要注意你的回答 你要先写出国家的名字 像例子里面是写日本跟台湾两国 好两国哎 这里老师有一个地方 好像有错 我看一下哈 要等老师一下 老师改一下哈 这个国家 然后老师设定 哦 截止时间已经过了 老师把它重新设定 截止时间在28号 请你们还没有完成作业的人 一定要去完成作业 好 嗯 好这里就是 这个 作业的作业的部分要请你们去完成 那像第一个我们就是说 介于拿两个国家 或者多个 你一般来讲你会举两个啦 老师不太建议你们去写多个国家 因为会复杂化哈 那你如果要真的要写多个国家 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脑袋瓜子想得出来的话是可以啊 那你其实至少是应该要做 就是 要两个国家 另外你要举例的产品名称 像例子里面我们是用手机作为作为范例 那各位同学你自己所想的国家的例子 跟例子里面的那个产品名称自己要写出来 好那当然你要举的例子必须是合理的哦 像我讲高二一般有一位同学他的回答就有了问题 他写说 他写说老师那个例子 他写的例子是什么呢 他写中国跟世界各国 第一题那答案写中国跟世界各国 这个是错误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因为是哪两个啊 不是世界各国啊 没有一个国家叫世界各国啊 好吗 那至于例子来讲 他是解决玩具作例子 这是可以的 可是他他是第一个第一个题目有问题的答案有问题 好 接下来在你举出例子之后 你必须要把那个例子 这四题都符合那个例子 就是你要说明哪一个国家在生产商是有利的 是有利的 像例子里面是日本生产手机是有利的 第四题是要回答 哪一个国家是出口国 哪一个国家是进口国 在我们这一题里面 出口国是日本 进口国是台湾 按你举的例子里面出口国是什么 进口国又是什么呢 这个看你举的例子会不太一样 那这种 又打错一个字了 要等一下 我再来改一下 我再来改一下 我是匆忙之下打的作业 有时候会出一些错误 这里 这种举例 是思考性的 不可能会有两个同学的例子是一模一样 所以当你要去跟别人讲说 用别人的 你直接什么你给我操一下 你跟我讲一下 这会有问题 因为这种思考性的举例是不可能会有两位同学答案一模一样的 所以请你一定要自己完成 这个是我们在 国际这个课程里面的第三次课程的影片 看完之后我们要做出一个小小的作业 这个作业其实老实讲不难 那25分那100分在哪是很容易的 其实是蛮容易的 接下来还会有第四次的课程的那个影片 第五次课程的影片 第六次课程的影片 我们到这边上网说才会进到 讲义里面来 所以这个请同学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作业的部分老师这边会去 老师会去做那个批改 你教你绞交之后老师接下来会 会 做工程 应该是 这里是已经有绞交的 我看看 尼曼已经绞交了 不止尼曼好多人绞交了 这里就有人写了 我现在的回答是蛮多的 看到吧 那这里是还没有绞交 它是显示超高 代表他还在想 所以这各位同学 你要去打这个资料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作业的说明 大致上是如此 所以这一节课主要是要提醒 各位同学有去听这个课 我们下次上 下一次上课是礼拜一的早上 来老师叫一下那个 你们的课表 给你们看 我看这里就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8点20就有第一堂课 所以各位同学下礼拜一早上要早一点起来上课 好这个是上课的部分的提醒 那等到我们下礼拜一我们会进到哪个部分来上课 老师带着你们看一下 我们回到 我们下礼拜一上课的时候 你必须不见了 当个视窗 我们在下礼拜一上课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的讲义准备128这个地方 我们要来谈贸易自由化 那为什么谈贸易自由化 为什么先让你们看那个影片 是因为那个影片里面老师用了 用了一种社会剩余的方式去解说了 贸易存在的合理性跟正当性 我们一定要先确认贸易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 发生没有对谁不利的问题 或者我们可以说去分析他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对一对不同的贸易国进口国也好出国国也好 对哪些族群产生有利跟不利的影响 然后最后会答申一个结论 结论是我们必须去支持贸易自由 或者必须去支持自由贸易 确定了这样子合理性之后 再进来讲贸易自由化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我们开始讲贸易自由化 就开始有人会 有人会质疑说贸易为什么一定要自由化 自由化有一定会有利益吗 什么的 会有这些这些简单的这些单纯的质疑 这种单纯的质疑当然就是 就是你对贸易自由的不懂不了解 所以我们在 在进行课程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让你先到 Moodle系统里面去看老师所预录的这些 有关于贸易自由 或者是贸易的有利点跟不利点在哪里 你把所有的这些课程都看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再进来讲贸易自由的其他的小细节 这样子才会有意义 那今天是今天是礼拜三下午的第一节课 那老师不上太多的时间 就只有提醒你们要去看这些课程 那记得作业要做 那希望各位同学在疫情这段期间 能配合上课的一定要配合好上课 我知道你们平常有时候上课 在学校上课会有点 有那种精神不济的那种状况 那我认为你们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很关键是 如果你停止学习 你的那个程度会直接滑落了 我真的会老师是真的会担心你们程度会滑落 不然我们现在学校老师拼了命的在那边 录音录影 真的就是怕你们的 怎么讲我们我们心里面是很忧心的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到底是有学还是没有学 我们都不清楚 那你们对你们来讲 老师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停止学习 学习一定是有计划有系统的 所以我们照样还是在线上学习嘛 那我想你们在其他各科也都有在进行线上学习 希望你们就好好加油 那这段时间也请各位同学不要到处端跑 因为外面疫情非常非常的严峻 病毒是看不到的东西 无症状感染者又爬爬爬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接触了谁是有代言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真的不要往外跑 拜托拜托不要往外跑 像老师也是每天只有在家里面跟在学校上班 其他地方都不敢去 所以这个我小孩子也是跟我这样 就是这两个地方跑下去而已 我都不敢去别的地方 真的会害怕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然后在家里面仍然维持着一个学习的一个 的一个步调 加油 那我这节课我就到这边就好了 我不想 我想我们不要进到讲一文去 因为有太多人没有看那个影片了 但是下个礼拜一上来上课的时候 我需要所有的同学都要 我需要所有的同学都要看过 Moodle里面老师所预录的那六集的影片 你要全部看完 这是老师对你们的要求 所以下一次礼拜下礼拜一早上上课的 早上8点20分上课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抽问几位同学 说你在前几次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挑嘛 比如说我对于那个那个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社会总剩余的一个解说 我可能会 我会抽同学起来回答 在抽同学回答之前 我会先 奇怪 这个林柏远怎么进进出出的 这个在抽问之前 老师会先问同学 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 我们宁可是在一种 互相有 有回馈 你问我答的情况下去 厘清一些观念 厘清完了再往下走 下一步 这个学习才是完整的 而不是说我单纯一直往下讲 其实我并不知道你到底到底是 是不是听懂了 你不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在有 有些东西我下讲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听不懂 再往下讲也一样听不懂 那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 需要各位同学 你有疑问就提出来 尤其是这一次所讲的 那六段预录课程里面所讲的 剩余的这个概念 他在新的教科书里面已经没有出现 可是他却假设各位同学都知道 这个是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很危险 因为他整个等于是假设你都知道 可是这个就不能乱假设 那所以老师需要把这件事情确认 下礼拜一早上老师会先问你们 有没有问题要去提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提出来 老师我们就先讨论清楚 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往下去走贸易自由的课程 这样比较有意思 好那 感谢各位同学 从刚才到现在的一个配合 我们上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20分钟 那这20分钟 因为老师上课在高一高二这边上课 我大概知道上课时间都大概 大概在40分钟左右 就是我这两这几天上下来的习惯 就这样 那你们办法为什么没有上那么长时间 是因为我需要 我再讲再强调一下 我需要你们去把那预录影片看完 看到吗 所以今天并不是放你们就没有上课 而是说要你们利用时间 去把那个预录的影片看完 拜托拜托 配合老师一下 对 那如果有问 有要留下来跟老师讲讲话的 或者有什么疑问的 留下来 其他的同学 各位同学就午安了 你们可以先离开了 记得去看微录影片 拜拜 拜拜 还有几位同学在 有在的同学可以打开麦克风跟老师讲话咯 谢谢老师 拜拜 宣如耶 哈哈哈 宣如你是在店里面还是在家里面 家里面啊 家里面啊 好啦 好好学习喔 好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俊佑你睡了吗 俊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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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式 開著睡 開著網路睡觉啊 珊佑 俊佑 冰佑 俊佑 俊佑 云